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仁武勿生甲旭奎勇 这个八字 他是提问说 他明年会遇到陈旭聪 这样的情况会发生什么事 很多人一看到聪 他都会很担心 因为聪 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不好 但是在五行派 并没有看聪的这种的情况 所以一切 而且他都还是回归五行流通之后 来判断其凶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明年 他会是怎么样的排列组 我们可以知道天干 勿奎合 所以心金生冷水生甲木 地支 我们可以发现到陈酉合 所以补火生戌土 生生金生汉水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说 他明年来讲 他原本有生金 有金的 他变成只有一个金 所以照道理讲 应该是官运会挂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魁卯年 他是 勿奎合 变成 心金生癸水 生甲木 地支 卯旭合 卯旭合 以后他会变成是 吾火 去克的生酉金 然后还有一个 派水 这种的 情况 我们可以知道 今年魁卯年 是 这样 明年是这样 所以我常常说 你批命 不要只批一年 从明年来看 好像他少了一个官 是不好的 可是实际上他跟今年比起来 今年不但财运不好 然后官运也不行的一个情况下 他明年在财运的部分比今年好 官运的部分也比今年好 所以各位 他原本一直在担心说 冲会造成什么情况 可是实际上跟今年一比 反而明年的现象比今年要好 所以其实不要一看到冲 就很担心 不然的话 各位 地支他都会碰到冲 子午冲 隐身冲 陈旭冲 卯友冲 你这种的话 是不是每次遇到冲 你就在担心害怕 问题 各位冲 根本就没有像大家所讲的这么恐怖 不然每次遇到冲 应该都要出大事才对 问题有吗 你自己的 把你的人生重新捋一次 只要碰到冲的情况 你就一定很差吗 想当然了 没有这一回事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把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